卫问 今天,小豆豆生平第一次去有很多伤兵的医院 卫问在战争中受伤的士兵 一起去的共有大约30名小学生 分别从不同的小学来的 小豆豆都不认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好像是根据国家的命令 小学中逐渐开始了一项活动 那就是从每所小学选出两三个小学生 像巴学员这样人数少的学校 就选出一个小学生做代表 组成一个30人左右的队伍 由某所学校的老师带领着 到住有伤兵的医院去卫问 今天,是小豆豆代表巴学员去的 带队的女老师戴着眼镜,瘦瘦的 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的 老师带着小学生们来到医院的病房里 病房里大约有15名士兵 他们穿着白色的睡衣 有的躺在床上 有的坐起来迎接孩子们 小豆豆本来非常担心 不知道受了伤的人会是什么样子 但看到他们都笑着 挥着手 看上去很精神 也就放心了 不过 有的人头上还缠着绷带 女老师让孩子们站到病房的中间 先对士兵们说 我们来看望各位 老师说了问候的话 大家也居了宫 然后,老师接着说 今天是5月5号,是男孩节 我们唱一首李玉琪之歌吧 说着,老师迅速地把手高高举起 像指挥家一样对孩子们说 准备好了吗? 预备,唱 老师精神饱满地指挥 手向下挥去 素不相识的孩子们一起大声唱了起来 乌瓦的波浪,云彩的波浪 可是,小豆豆却不会唱 因为在八学院 孩子们从来没有学过这首歌 这时候,小豆豆看到一位 样子很和气的士兵 正端坐在床上 就轻易地坐到他的床边 一边想 这可怎么办呢? 一边听大家唱歌 乌瓦的波浪,唱完之后 于老师又朗生地说 下一首歌,我们来唱《偶人节》 除了小豆豆 孩子们都口齿清楚地唱到 点上灯吧 小小的花灯 小豆豆只能沉默着 大家唱完之后 士兵们鼓掌表示感谢 女老师微笑了一下 接着说 下面,大家唱一首《马母子》 都打起精神来 好,预备,唱 说着,老师开始指挥 这一首歌 小豆豆仍然不会唱 大家唱完《马母子》之后 小豆豆坐到这张床上的士兵 摸了摸他的头,说 你不会唱歌啊 小豆豆觉得非常歉疚 自己明明是来慰问受伤的人的 却一首歌也不会唱 于是,小豆豆从床边站起来 鼓起勇气说 那么,我唱一首我会的歌 女老师看到出现了和预定的安排不一致的情况 问,什么? 不过,她看到小豆豆已经深吸了一口气 准备唱歌 就默不作声地听了下去 小豆豆心想 既然自己是作为巴学员的代表来的 那就应当唱巴学员最有名的歌 于是,她深吸了一口气 大声唱道 好好嚼啊,把吃的东西 周围的孩子们笑了起来 有的孩子还问旁边的人 这是什么歌,这是什么歌 于老师不知道该怎样指挥 手停在了半空中 小豆豆觉得很不好意思 但还是努力地唱下去 嚼啊嚼啊,嚼啊,嚼啊,把吃的东西 唱完之后 小豆豆鞠了一个躬 当她抬起头来的时候 小豆豆看到那位士兵的眼睛里溢出了泪水 小豆豆非常吃惊 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那位看起来比爸爸还要大几岁的士兵 摸着小豆豆的头说 谢谢,谢谢 士兵抚摸着小豆豆的头 眼中的泪水却止不住地流下来 这时候,女老师为了调节气氛 用明快的声音说 好了,下面送上我们的礼物 朗读作文 孩子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朗读自己的作文 小豆豆看看那位士兵 他的眼睛和鼻子还红红地 却笑了起来 小豆豆也笑了 心想太好了 他笑了 士兵为什么流泪呢 只有那位士兵自己才知道 也许他也有一个和小豆豆一样的孩子 留在家乡 也许看到小豆豆拼命地努力唱歌 觉得天真无邪非常可爱 也许根据他在战场上的体验 马上就要没有东西可吃了 孩子们却还在唱着好好嚼啊 觉得孩子们非常可怜 而且,也许这位军人已经遇见到了 等待孩子们的将会是多么可怕的命运 正在朗读着作文的孩子们并不知道 在他们浑然不觉之中 太平洋战争早已爆发了